大家看到新竹線的122線道 也就是南清公路是五峰鄉的連外道路 上午八點的時候 在三十一公里處有大量的土石崩落 阻斷交通 雨勢不斷 山坡上也持續有機水向下流 凝流帶著樹木把整條路都堵住了 不少駕駛只能在旁邊趕等 由於新竹線 今天也被氣象局發布了豪雨特報 也特別提醒民眾 如果要行駛在山區道路 一定要多留意入況